就凭你那支玩具枪想杀我 哼,我让你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枪 嗨大家,今天我们来看看这把发射器 就是山叶大佬早期的作品,金哲 话说这把到现在都推出好几年了 虽然此时它叫做2.0 但是1和2中间的版本很多 长长短短的好几个 有兴趣考古的可以去看看金哲前世今生这个视频 按照时间说的很详细 里面有提到两个变体 一个是阿迪亚的这个春芬 造型张扬,操作很啰嗦 第二个是小贝HQG3 一身金属,特别沉,还死贵 所以我们就说说最好的原版金哲 首先它是一个可以中折抛壳的发射器 操作和造型有点像是这个竞争者 就是国产007里面的金枪克这把 那佛里的话 玩法最接近的就是江伞 但是它俩结构上有很大的不同 江伞的气缸在后边 气缸直接对着前管 这结构简单高效 但是也导致体积比较大 看看对比 江伞三发上面比较厚可以理解 但是侧面也大了不少 晶折之所以这么紧凑 是因为气缸在主体比较靠前的位置 管子下边 它俩是通过一个U管来导气的 这就对气密结构要求高一些 看细节 U管的两端有两个软质垫片 而且整体可以前后移动 中折壁壳后整体会前移 来顶住前管部分 保证气密 这软片还有备用的两个 但是为了增加寿命 太久不玩的时候最好释放开 免得海绵疲劳 上膛结构是中折动作时 用下边的杠杆结构来拉活塞 这个结构件在比较新的版本中 已经是碳板材质 强度不用担心 上膛时要用力压下前管 卡住后装弹 弹成甩应该是不行 除非弹簧弱的离谱 这种按开直接上膛的 都是先上膛好的 只能实现第一法 大家不要上膛 抛壳机构就是这个黑色的零件 抛完上一发是弹出来的 装填下一发时 可以和弹一起按进去 懒的话可以去山叶店里面 去搞这个五块钱的不抛零件 壳呢就是打印的黄蜂壳 到手后挨个检查下 因为打印的有可能内壁不是很光滑 会增大阻力 需要磨一下 没工具没关系 就用自带的长螺丝刮几下就好了 配套的还有个载弹器 能装五个壳 用时要按顺序拿 跳着的话会把前面的也拽出来 它可以装在发射器的侧边 替换这个小侧轨 装载状态 前挂上有个很小的三叉轴承 空间正正好好 而且内挂也没有伸出来多少 如果需要自己装其他装饰 需要看好尺寸或者换长挂 好握把部分是可以替换的 有几个不同风格的选项 不过都是短的 之前深夜有为萨图恩杠杆套件 做个碳管托 在这里重复利用了 直接换 视觉上还是蛮搭配的 高度也正正好好 眼睛恰好能看见鸡苗 就是再三期在这个模式下 就有点多余了 影响握持 不如换回侧轨 或者干脆裸着好些 打把几前看看操作 在后头上装一个栽弹器 还是很有必要的 好那晶泽暂时还没有听说过有住宿的计划 喜欢就别等了 下手吧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观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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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